於是有些照片突然去到這個館 我相信是2000年才成立的 就是一個這麼大的地方 一個博物館才成立有關COVID-19 新冠肺炎的館 於是它大約是一個面積左右 於是讓我們了解到2000年開始 有很多影片 在2000年開始的時候究竟新冠肺炎在英國這方面做了什麼 2020的意思是嗎 是的 2020 三年前那樣的時候 怎樣去一個 因為當時我聽阿琪說 英國不斷地除了封城 封城的 真的封城的 但是英文是封城的 大家不讓出去 然後又要打針打針 所以那裏有很多的科研的人員 也都是留下很多記錄在那裏 大家可以從一些相片去看 亦都是說有些 就是廟師任界有些動作給大家做 其中有一張照片就是我 就是測試怎樣去破滅了這個病毒 病毒就是粉紅色的氣球 外面有些酸素在外面 什麼酸素在那裏 然後要創造一些東西 剛剛好吃到那個粉紅色的 那這些就是一些教育意味 在那裏教育小朋友 來做一些玩這些遊戲 怎樣減選到一個酸素在對抗它 所以這個就是很有教育意味的 這裏也是說 讓我們了解到它有很多種入侵性 有什麼 因為我也是 拍照為主 打卡為主 拍照給大家看 亦都有很多投資在2020年的時候 包括LiuSuite 其他的報紙 Mirror Mirror就是那個鏡布 亦都是寫出來這裏 就是給大家 當中呢 我看完之後 我發現看到就是說 其實人類面對這個疫症 是經常都面對的了 為什麼我們這個世界 不科研 不做得好一點 來面對 譬如那些黑死症也好 霍亂也好 然後到大家近一點 2003年 SARS也好 SARS大約幾十天 幾十天之後 又是什麼都沒有跪了 然後還有一些 豬流感 大家也是面對過 也是驚恐了一會 然後到2020年 這個新冠肺炎 大家為什麼會束手謀策呢 搞到全世界 都是一片混亂 大家應該意氣記得香港 香港記回香港市 搶口罩 然後 然後 尤其是去年 去年很淒慘的 去年過年的時候 排隊去檢測 排隊去打疫苗 然後不給吃飯 連續 大約三個月 吃飯吃到六點 這些大家都挺心疼的 為什麼我們還這麼悶呢 我們應該 這個描述說出結論 我們應該一早就已經做了這些的防範 我們經常都會 下次都是會來的 下次不知道什麼時候來 下次大家都要準備 預備來對抗這個病毒 因為病毒和人類是共存的 你不會消死殺死所有的病毒 病毒會變種 然後也會再回來找我們 所以這裏就有些 就其他的 上面有些叫做 他們不是叫做英雄的 有些 有一個就是 測試 測試去自己 就是 自告粉絨 因為疫苗有很多測試 相信 蔡更加 明白那個疫苗那個製成那個時間 沒理由這麼快 三年的 三年就有疫苗 以前那些 幾乎十幾二十年 接著做了出來 接著在動物上試 動物上試 試完之後 再在人類上試 再在人類上試 再去臨床實驗等等 經反復 才做到這個實驗 即是成功推出了疫苗 但是這次 竟然在兩年多之內已經進行 是不是快呢 這個 都是試一下而已 其中有條 試一下 試一下 因為實在太過影響 說每天幾百萬人感染 其中 展觀有一條褲 噢 有一條 鋪 我也想問 為何有條褲 有個 很漂亮 有個女兒的 是的 有個女兒的實驗者 她就是她自己自願去進行這個測試 就是她專門穿著這條褲子 這條褲子 大家如果放大來看 全部的那個花紋 就是一些病毒 粉紅色的病毒 綠色的病毒 黃色的病毒 穿著在身上 然後她打了這個疫苗之後 坐在梳化上 然後是休息了幾天的 坐在這裏告訴大家 我們是與病毒 除了我身體打了病毒 我穿著褲子 穿著褲子 都是病毒的 寓意 就是讓大家 我是作為一個 自願的測試者 希望能夠為這個 世界 帶來一些預防的疫苗 這裡永遠都是 一定要找人測試 到時候找人測試 誰舉手 很難的 有錢我就舉手 我們研究多了 20萬 20萬打一支針我去打 德哥說起這個報物本 很難得的 那些也 其中德哥說到 這個病毒的組織 又或者外面有些 spike protein 大家都知道 我們這個疫苗 我們打了 其實它研發的時間 相當短 你說接下來 會不會出現 一些情況 可能打完這些針之後 隔了10年之後 發覺 原來這一批 這一代 這個世代的人 經歷疫情 大家打針的人 全部打了針 都有些後遺症 這些我們都暫時不得而知 但是說 你說去再做研究 又或者可不可以再發明一些 更加有效的藥 我昨天就看了一個新聞 香港這個浸大 浸會大學的研究 隊伍 發表了一個研究報告 它就說在這個病毒裡面 發現了一種叫做 MT1 MMP的一種蛋白煤 即是一些 而這種的 而這種的 就決定了這個新冠病毒 在人體內的傳染的能力 並且會導致感染影響到不同器官的主要原因 他們又找到 原來在人裡面有一種抗體 叫做3A2 而這種的抗體 即是叫做inhibitor 就可以抑壓了剛剛那種 MT1 MMP的那種蛋白煤的活動 所以接下來 如果再去做研究 因為它接下來 現在都在做研究 但是說去到臨床階段 都說要兩至三年之後 但是如果可以抑壓了這個 蛋白煤的話 可以減少這個病毒量 是近九成的 所以如果這個發明到的話 就真的很厲害 即是說你感染到這隻病 剛才德哥都說 這隻病 接下來都是陪著我們生活的 你只要有這個抗體 這隻3A2的抗體 抑壓了這隻蛋白煤的話 可以減少你的影響 即其他器官和症狀 是高達九成的 基本上其實都是一種藥物 可以發明出來的 這是來自浸大的一個研究 但是你說 是不是怎樣可以做一些的 研究等的 避免將來再去 見到這些病毒的時候 怎樣去面對呢 德哥 你那個Museum 有沒有說這隻病毒 那個起源在哪裡 有沒有說到 因為我們要知道 它起源 才可以想想 怎樣處理 它就應該 它就應該沒有說 只不過是說 怎樣進行 一到2020 進行預防的工作 反而我想問兩位 我就回到香港 究竟這個 這個新冠發炎 是不是好像SARS一樣 過了兩天 什麼事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人來 即現在 現在COVID-19 有沒有人報告疫情 有沒有人感染 COVID-19 COVID-19的政治任務 完結了 受終正寢 是的 所以你 因為你離開了很久 這個宣布說什麼全部放寬的時候 全家的口罩是任用的 現在那些店舖買的口罩 就兩元一箱 一箱 不是一盒 然後那些叫做 快測呢 快測棒 現在改了拿去驗刃 現在變成 這些東西 形同在香港已經是不存在 那些人為什麼還要戴口罩呢 兩個原因 進了很多貨 第二 有些人仍然有點驚恐 所以又乘巴士之類 香港新聞 是的 科豆昨天讀的那宗 是有新官這兩個字 再上次提 都一個多禮拜前 好像說 關於三月底上 上學不用快測 沒有了 沒有人提的了 遲些再發展下去 如果有人提 可能差到拉 已經是 沒有這些字眼的了 德哥 歷史任務和正義任務 已經完成了 盧先生的片集都完了 他拍完這齣戲 應該不會開續集的了 盧先生現在忙著 就是在醫院倒樓 醫院不知為什麼 不斷倒 新官之後 除了影響人 就影響大樓 就倒石屎 不斷倒 倒完又倒 他現在很煩 就好 他都沒有了 他 transp會 只有一階段 要變很可憐 是